泰国连越来的洪灾侵袭越来越严重 迄今已蔓延至春雾离府工业区 引发外企与泰国业主担忧 是否2011年大洪灾重创重演 连泰国春雾离府最大工业园区开发商 安美德纳空工业园也受到了牵连 现在我们在春雾离府 已经到10月了 快进入泰国的冬天 却还是常常下雨 造成了盐水 天气可是十分奇怪 难以想象一场大洪灾 在今年7月底降临泰国 从泰国东北部北部开始泛滥 逐渐蔓延至中部 迄今已经持续近三个月了 这是泰国历史上影响范围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 连工业园区也不能幸免 截止目前 全泰国77个府中已有62个府受到严重影响 春雾离府的安美达纳空工业园区 首次遭遇洪灾侵袭 设在甘园区内日本工厂区受灾严重 此工业园是泰国规模最大的工业园 园内工厂多达600多家 今年10月14号起洪水进入春雾离府 帆阴县约1000户家庭受到影响 10日安美达纳空工业园内道路积水高达48厘米 园区周边道路的积水严重阻碍了员工出行 但并未对工业园区内的工厂日常运作造成影响 因为该出入口仅为工业园区的众多出入口之一 因此工厂仍能使用其他出口运输原料及产品 主办方表示安美达已发生水灾 但水位仍在可控制范围内 工厂能照旧运作不停歇 22号积水水位下降至38厘米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水位将以每小时1厘米的速度下降 东盟卫视MGTV记者李明慈张大威 泰国春武礼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